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拥有坚持希望的力量 美国知名的商禅游泳健将 杰西卡隆恩 出生于俄罗斯 从小 他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 遗弃在孤儿院里 直到远在美国的隆恩夫妇 决定收养他 才展开了新的生活 在他一岁时 因为被医生诊断 肥骨半只畸形 两只小腿都因此节制了 即使双脚只有普通人的一半 身体的残疾 却没有抹灭 杰西卡对运动的热爱 他不断尝试许多运动项目 包括体操 拉拉队 溜冰 骑自行车和攀岩 而杰西卡在十岁时 第一次学会了游泳后 隔年 他就被获选为 当地游泳队的 身脏游泳选手 因着内心的热情 以及努力不懈的精神 杰西卡开始追寻 运动员的梦想 在2004年 雅典残障奥运会上 身为残障会 最年轻的选手 当年他刚满舍水 就赢得了三面游泳金牌 截至目前为止 杰西卡在运动中的表现 使他成为 残奥会13项运动的 世界纪录保持人 而即使杰西卡 没有健全的身体 他却拥有比其他人 更加健康的自我形象 面对未来 充满积极正面的心态 他的人生经历 曾被边境世界杯足球赛中的 一则广告里 画面中他不断奋力向前 有过许多的人生片段 直达终点赢得胜利 杰西卡告诉观众 毅力是他的成功 为他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他相信 每一个人都拥有 坚持希望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 每一个人都拥有 坚持希望的力量 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杰西卡比一般人 遇到更多挑战与挫折 但是他却没有丧起 面对限制 也未曾退缩 杰西卡选择一条 不容易的道路 因为他对于未来 怀抱着美好的期待 所以不怕挫折 愿意奋力向前 同样的 今天上帝也要邀请你 带着信心 踏出自己的安全范围 不要满足于现状 要对自己拥有更高的期待 在圣经中 上帝想要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在埃及维努的生活 进入上帝为他们 所预备的丰盛美地 但是以色列人 对于离开熟悉的埃及 充满畏惧 即使在埃及生活困苦 但是却迟迟不愿动神 幸好在他们当中 仍然有两个雄心壮志的人 他们说困难是我们的食物 我们靠着上帝必能得胜 因此这两个人就带着信心 走进了美好的应许之地 亲爱的朋友 上帝做事是根据我们的期待 上帝为你所预备的未来 也是极其美好 但是安于平庸的心态 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当我们愿意先改变 上帝就能为我们成就大事 今天鼓励你勇敢地突破自己 跨出你的安全线 当你以信心的眼光 看见上帝将要为你成就的 上帝必会带领你勇往直前 使你拥有坚持希望的力量 一步步实践心中的梦想 因为凡从上帝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